其实,两个无话不说的人,连内心的一点点风吹草动都清清楚楚,聊天的时候是心灵的碰撞,不说话的时候是思念无限,后来才真正是心有灵喜。 其实,一个人思念一个人太久,是注定要在一起的,因为思念的时候,心在一起,爱让两个人一点点靠近,直到牵手拥抱的那一天,思念一个人很苦,但抱着手机聊一会,才觉得相思也是幸福的。 隔一会,放下手机,才知道,思念就一次涌上心头,剪不断,你还乱,是离愁,别有一般思维在心头。 有一种思念,是忙你偷闲和你聊天,夜深人静和你聊天,聊天的时候无话不说,一个人的时候,就思念到流泪,如此,反反复复,感觉全世界都是你,因为你,也忘了我自己。 先生,请珍惜那个随时随地陪你聊天的人,那是你注定的缘分,有一种思念,叫陪你聊天,有一种真爱,叫天天惦记,有一种心情,叫等待恢复,有一种缘分,叫一往情深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